哈喽大家好 上一期呢就是有分享 下班之后的女艺人到底在干什么 大家的说话好辛苦哦 可以来罐红葡萄酒跟白葡萄酒 很多人都说我们有不同的开关系 确实没有人教过 到底怎么样真诚地开红白葡萄酒 那接下来呢 我就想为大家介绍 四种开评方式 一起看 床在这边 先靠近一边刺进去 另外一边从对面下去 然后你就开始左右左右移动的 让它慢慢慢慢下去 不要太快 因为太快一下去的时候 很容易如果木塞断那里头的话 它就啪就会下去 就会喷得自己一身红酒 因为我本人发现了这个迷惯 一件白葡萄酒就没了 然后呢收到快底的时候 就开始旋转它 所以你就上头旋转 然后你下头握紧紧的 一边旋转的时候 一边给它一点点拉力 通常都顺时中转 OK 然后你就会听到 很妙的声音 然后就开了 看起来非常莫名其妙的 那你怎么开呢 我会先用这个 把上面的这个帽子给取下来 再来怎么使用呢 就是把它对转在上头 让它完全地補回这种高度 再来就是它 直接从中边下去 然后我转拉转拉转 转拉转拉转 神奇的时刻来了 感觉 有点特殊的样子 哇 它的主宰 哇 怎么会 它才09年 都不应该这样的 好吧 我现在告诉大家 正常来说 它应该就是可以转上来 你就可以把它打开 那你的仪式英明就毁在这瓶酒上 不会 如果我们用这个开灌器 开不了 我们用这个开瓶器 就行 至于发现这样的情况之后 就告诉大家如何拯救这瓶酒 好帅哦 好帅哦 我们使用的是这种开瓶器 就是一般外面最常见的 首先呢 你要把这个有点斜的角度 但是这一支要对整中心点 所以当你转下去的时候 它就会在正中心点了 这个是一开始需要注意的 哦 我觉得这一个软木塞 有一点点软 你觉得呢 我也是希望可以称高 但是它这边有一个长的一个短的嘛 理想的时候刚刚很近的短的可以卡到 你就会先用短的这个卡在这个瓶的旁边 然后推它把它拉起来 但是因为我现在偏右边 因为刚刚有一点的碎掉 所以我其实调整了一下位置 所以我现在拉上来的时候 卡住的是强杆卡的这个瓶上 然后就用杠杆原力 施力点它是往下 所以我这边是往上 然后 诶 给点力 我的右手一直给的力 然后往上 继续的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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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然后你就会一样的 听到一声清脆的 听到一声清脆的 接手大成功 你只有一个人 然后你开了一瓶黄酒 你会觉得喝过来好浪费 我这个机械之后 我们就把它撕进去 撕到底了之后呢 就是拿着瓶子 然后这里按下去 让它一下之后 就放着让它倒 因为它其实就跟细细的针塌 然后你不太多 也就是说你看知道吗 现在不想得到了 我就把它撕立起来 直接这样整个把它拔起来 然后生气的事情 我们告诉你就是说 我的这个瓶其实没有开的 到我们喝酒 也就是说这瓶酒呢 看到有味面 你可以放个三个月 五个月 那就最常放一瓶 都可以 然后它完全不会点回到 好了 就是最后一酒 开红酒可以喝到好喝的红酒 又不怕它坏掉的方法 大家有没有觉得 其实我好像在服装秀 是因为 我不可能每天开一罐之后 我就把它喝 然后我再开一罐 为了教你呢 我就一天开四罐 对不对 所以呢我只好跟你的不同的四天 以至于大家看到了我 很猫猫的样子 那现在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学会了 那就赶快去享用你的 红白葡萄酒啰 记得可以搭配一点起司 或者是拖腿之类的 Enjoy